我們現在要來吃 瀝水食味的第一名 第一名 男性的第一我們該背的嗎 韓吧 韓 對 韓國什麼燒肉還什麼的 不是 韓國第四個 然後第三個是烤生蠔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生牛 涼拌生牛舌 我們不要理他 那第一名再來什麼 看到這一桌上的這個菜 我覺得真的是心情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來到韓國 就是給你一直有不同的震撼 跟不同的驚喜 那你有想到我們要來吃什麼嗎 我看到眼前這一碗我就知道了 是醬油螃蟹 那你得到 醬油螃蟹 還有啊 我以為就只有 又高的 又高的 這家餐廳的醬油螃蟹 到底有多好吃咧 現在的韓國導遊Jacky姐 錄影完都當場宅配兩項回家客 更扯的是 沒有居然可以吃到飽 太豪邁了吧 地水食味的第一名 果然是很交涉啊 這個蟹膏太犯規了 好好吃喔 你看… 它整個都吃不來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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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醬油把它的糕味道 又更提升了耶 我的天啊 吃到我完全沒有 而且它我跟你講 重點是 它的每一個蟹呢 都是那麼薄嘛 而且都有膽 而且… 好棒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到了嘴巴裡 你吞下去之後 你在嘴巴裡回味的那個 那個醬油螃蟹的味道 是有一種 很奶的那種高的那個香氣 而且它的螃蟹的肉質 有點像那個… 像干貝的感覺 有點軟綿的干貝的感覺 對 這真的推薦 真的好吃 韓國人真的把生食的藝術 把味道極致啊 生的花蟹肉 經過整整四八小時的醃漬 半透明的蟹肉 口感滑嫩Q彈 蟹膏濃郁細緻 醬油的調味 清香不死鹹 還有經典的辣醬口味 也是老饕必點 各有擁護者啦 身為早蟹幫幫助的鐘哥 竟然發現另一種吃法 太強大了吧 憑著我行走多年的 怎麼樣… 我告訴你這樣 這個東西我告訴你 拌飯嗎 拌飯 我告訴你 共感 就是這樣子 弄一點進去 這樣 好不斷喔 真的 我告訴你 好 麻糬手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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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這麼厲害的 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再加一點飯 因為它比較鹹一點點 我跟你講因為… 我覺得更好吃耶 我覺得我喜歡這個拌飯之後的口感 因為我們的飯其實有點溫熱溫熱 然後它拌上去之後 它把膏的冰涼感都是弄掉的 所以你的膏會變成是溫熱的 然後那個奶香味會更出來 好香喔 有沒有 你喜歡嗎 他們兩個好搭好搭喔 我跟你講 醬油跟那個螃蟹混在一起之後 這麼好吃嗎 醬油螃蟹有個可愛的別名 叫做白飯小偷 老闆說去年曾經有四位客人 配著螃蟹整整吃掉了十六碗飯 然後…